23号凌晨2点26分 一阵天摇地动 大楼钢梁剧烈摇晃 过一会儿支撑的钢梁一根接着一根 不知倒地大楼瞬间向下坍塌 扬起漫天灰尘 怪手机具抵达现场将饭店招牌 铁皮围里移移拆下 23号凌晨花莲连续发生两起 规模6以上强震 让位在中山路的富凯饭店 直接往马路倾斜 所以目前大概已经 看起来是比较稳定 没有太大的变动 我们土堆支撑如果做好的情况下 那鱼市不是非常大 那应该是不太会影响我们拆除工作 将土堆回填饭店下方 随着鱼镇不断覆盖饭店的 倾斜角度逐渐外移 为了避免波及附近住家工程人员 封路抢凶 但要完全恢复工程评估 还要两周时间 原本它就是 就是这一两天要 还会去再钓其他的机器来 再去做钓铺 钓铺前在两周 另一边松动的地基 钢筋和管线严重变形 外墙水泥瓷砖更是几成一团 明里路上的统帅大楼 在零四零三强正后 不只变成软角楼 如今更是不堪负荷 钢梁坍塌 三楼瞬间变一楼 看在住户心中 只有满满心痛 吃到它倒下那一餐 蛮能过的 然后今天其实只是想要 静静地陪着它 从86年我们就 它既然好我们就住进来了 对对对 然后就不舍了 地震过后 统帅大楼目前无人居住 也没有人受困其中 但看着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家 成了断园残壁 住户只希望心爱的家园 能早日重建 欢迎新闻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